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机 我是老汤 正在德国克里斯基地接受训练的乌克兰官兵 已经越来越熟悉如何操控暴力坦克 德国总统施探因曼尔在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 以及乌克兰驻德国大使马凯耶夫的陪同下 来到基地探视两国官兵 施探因曼尔表示 德国不但站在乌克兰这一边 坚定的立场更是毫无疑问 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也说 乌克兰部队在适应及使用德制装备上有明显进步 能有这样的表现同样至关重要 不过问题来了 既然德国政府高层都表态力挺乌克兰到底 但是朝野之间却在特定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 例如是否提供乌克兰金牛座空射巡弋飞弹 就有分歧 金牛座巡弋飞弹是一款射程超过500公里 最高飞行速度1马赫的空射飞弹 主要用来摧毁加工的碉堡或弹药库 也能用来攻击海上目标 尤其金牛座飞弹具有多种反反制手段 能降低被敌方的防御系统拦截的几率 尽管乌克兰一直要求德国提供这型飞弹 不过德国联邦议会在2月下旬的投票上 还是否决了这项动议 但是同意提供乌克兰更多必要的远程武器和弹药 作为西方园乌的第二大国 德国在这方面的警巧甚为 确实让园乌联盟成员感到无可奈何 所以英国BBC就对俄乌战争未来的发展 提出了五大关键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援助 是否正在减弱当中 事实上情况似乎并未太过悲观 因为丹曼首相弗瑞德里克森 才在上个星期和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达成共识 两国更签署了一项维持十年的安全协议 丹曼会在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约为1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其中还包括了只要乌克兰飞行员 完成了相关训练 丹曼最快会在今年的第二季度 向乌克兰移交19架美制的F-16战机 对乌克兰来说 这无疑是在经历阿富迪夫卡战役失利后 一次重振民心士气的好消息 众所周知 乌克兰的空中战力异常活弱 如果有了丹曼提供的F-16补强这块短板 虽然不代表乌克兰就能借此扭转乾坤 一举打败俄罗斯 但是至少可以拉近和俄罗斯空天军的差距 对地面部队来说 也就有了比较完备的空中保护 而不会像过去一样 任由俄军借着空忧战力 狂轰滥炸乌克兰的地面部队 致使许多行动因为欠缺空中掩护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刚收复的师徒 又一次被俄军占领 除此之外 各型弹药的生产和补给 也需要乌克兰和西方阵营密切协调 毕竟缺炮小弹的困境 也是乌克兰近期以来 在战场上打得十分艰苦的重要原因 但他們不在乎 因為他們想要 計劃是 他們想要顯示 那奧克蘭能不能贏 而把西方撞掉 另外一點就是 烏克蘭的兵源補充問題 從撤手阿富迪夫卡的例子來看 烏軍的說法是要 挽救每一條寶貴的性命 盡可能減少部隊不必要的 有生戰力損失 但是潛台詞就是 前線部隊已經沒有足夠的 戰鬥人員經得起二軍的消耗 即便雙方都在這場戰役中 付出可謂慘烈的代價 俄軍控制阿富迪夫卡之後 對外宣稱獲得重大勝利 畢竟這座城市 對兩軍都具有極高的戰略價值 無論在軍需補給 或是攻防縱深 阿富迪夫卡都扮演 軍事重鎮的角色 所以在第三個問題上 俄烏雙方究竟誰是贏家 就各國軍事專家分析 這場超過兩年 戰線綿延一千公里的俄烏戰爭 兩國都不算是 傳統戰爭意義上的贏家 或輸家 國際間普遍的看法是 以現階段的局面來說 俄羅斯只能算是略戰上風 畢竟烏克蘭現在仍有 大約18%的領土 在俄羅斯的掌控下 但是對俄羅斯來講 兩年前俄烏開戰時 曾經雄心勃勃地說要在三天內 攻下基辅的戰略目標 如今看來 當初俄軍發出了好語 不但低估了烏克蘭抵抗入侵的決心 還有可能把話說得太早也太滿了 第三點就是這場戰爭將會如何結束 這個問題西方專家對結果的預測頗有分歧 但是普遍認為 戰爭將會持續很長時間 原因在於烏克蘭獲得美國及西方盟友的支持 在軍事行動上仍然有能力和俄軍抗衡 但是俄羅斯也有夥伴國家的暗中援助 即便戰爭為俄國帶來人民和經濟的雙重損失 不過並沒有動搖普京持續作戰的態度 讓俄烏在這場消耗戰中不斷僵持 當然戰事的發展仍然存在變數 對烏克蘭來說 歐美國家是否出現的戰爭疲勞 進而影響軍援速度會是最大隱憂 可是就俄羅斯而言 美國對俄羅斯及其同伴採取的新一波制裁 會不會產生效果 也是值得關注的重點 第四點就是儘管雙方都有意願坐下來談一談 然而兩邊各有堅持 誰也不願意屈服於誰 畢竟烏克蘭提出的條件 是要莫斯科退出所有佔領區 恢復烏克蘭原有疆土的完整性 不過普京則認為 烏東居民需要俄羅斯的保護 尤其在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上的目標之一 就是要對極右團體的去納粹化 並且重申烏克蘭必須以非軍事化的中立政體存在 不得加入北約組織實現其東擴的企圖 兩國南緣北撤且強硬的談判條件 擺明了核潭的可能性幾乎是原木求魚 最後一點則是歐洲各國最關心的問題 就是俄羅斯戰爭會不會出現外衣現象 普京走進TU-160M戰略轟炸機的駕駛艙 再次展現他的強人形象 暗示俄羅斯具有不可小覷的核武威者力 雖然目前並沒有明確的跡象顯示 這場區域戰爭會演變成歐洲大戰 但是德國籍愛沙尼亞情報部門都曾發出警報 表達對俄羅斯可能在未來10年內 襲擊北約國家的憂慮 然而這樣的擔憂 似乎也出現了一些蛛絲馬跡 法國國防部宣稱 法國在北約東翼海面執行巡邏任務時 遭遇俄軍飛行員的挑釁威脅 法國並未說明細節 但是透露俄軍飛行員藉由一次非常激進的無線電通話 向法軍傳遞出咄咄逼人的言論 儘管雙方保持克制沒有擴大言語衝突 但是這次事件也讓北約成員國不得不提高警覺 加強和歐洲國家的聯繫與軍事能力 以防範任何可能升高戰爭態勢的意外發生 好了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